过期五年多来 共有约14,500名35岁及以上的单身国人 申请购买两房市灵活组屋单位 截至到去年的12月 约有6,200人领取了新屋子的钥匙 建屋发展局是在2013年7月 允许符合条件的单身公民 购买非成熟组屋区的两房市灵活单位 以满足这一群体的住房需求 建屋发展局表示 自2013年计划推出以来 两房市灵活组屋的供应平稳 整体申购率从当时的近38个人 申购一间单位 降低到了去年的每4个人申购一间 这主要是建屋局持续增加 这类单位的供应量 从2012年的320个单位 增加到了2014年以后 平均每年推出4000个 两房市灵活单位 以满足过去所累积的购房申请 当局表示将会继续关注 单身人士的购房需求 并及时地调整供应 以确保供应保持平稳 满足购房者的需求 除此之外 符合资格的首次购物单身者 可以享有高达4万元的购物津贴 截止到去年年底 大约有9200人受费